不管你相当心 我都可以跟你保证 我没变过心 你为了方便偷情 在我的手机上 安装了定位软件 中秋节 因为可可发烧 我们来不了金山 你转头就约了 失眠的疾风 后来通过定位 发现我又来了 你临时取消约会 蒙混过关 你还是通过定位软件 让江海涛来救我 今天也一样 你知道我要来你们公司 让你妈拖住我 为了防止我 跟你的情人见面 是这样的吧 没有物理视察 但有心理视察 但是我们结婚以后 第一次分开 还有那么久 我受不得你 我不是故意瞒着你 我没打算接受 江海涛的帮助呀 我今天去了 就是为了 把买化的钱还给他 你能用得着开房间吗 我去前台亲自确认过 你别跟我说 没这回事啊 夫妻之间 不信任到这种程度 还有什么意思呀 我也觉得没什么意思 朱金草 我们离婚吧 是 我承认 来金山前 我们最后一次开房 还记得吧 就是那一天 我装的 但我 我并不是为了要偷情 那你是 为了保护我 我是担心江海涛 自己一边出轨 还怀疑别人 你真令我刮目相看 你不也是吗 要不然你怎么知道 中秋节晚上了 我要出去 要不然你怎么 还能精准定位的 还不是因为你无聊 装作什么失眠的疾风 诱惑我 试探我 还监视我 你觉得我是 失眠的疾风 是我拿小号 在试探你 不然呢 不然的话就是 你在我手机里 也同样装了定位软件 我知道你约会 是因为有人 想让我知道 自己看看吧 好 我看看 行吗 这谁给你发的 你那么短信 你说呢 除了高夏金 还能有谁 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了 你帮他接小孩 你帮他接小孩 我支持你 你给高夏金健身券 结果第二天晚上就出现了 我和严厉的爆料 好 他是小人 跟你无关 他主动跟我宣战 说要追求你 我觉得那是他的事 我选择相信你 你说你为了我们的小家 他来金山打拼 结果呢 你跟他聊得火热 跟他约会 这些都是你做的吧 出了这么多事 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 可可中秋节为什么会发烧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高夏金给他吃了 四块冰淇淋月饼 还撒了他一身的水 出这么大事 您不早跟我说 因为我傻呀 我的家庭都受到威胁了 我还选择相信你 我选择自己解决 急逢之境草 网民都是为你起的 从今以后 高夏金不是我的问题了 是你的问题 你跟我去个地方 我本以为 朱镜草给了你多少好处 没想到 你在乎的 是他这个人啊 为情 少见 你想干什么 高夏金 我本来是找你算账的 可是就在刚刚 双方家长都为了你打上门来 你还如此淡定 你这样的女人 少见 什么保证都没有 你就跟着朱镜草 一起来对付我 厉害 听歌一句全 有比男人可靠的东西 有什么需要 随时来找我 是 是 我在你手机上安装了定位 确实是一时糊涂 我很后悔 如果你要追究的话 我愿意承担法律的后果 我也查看了你的行车记录仪 你也要告我吗 我不会告你的 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希望得到你的原谅 莫莉 对不起 我向你撒了谎 其实我在惊山的生活 根本就不是我平时 给你描述的那样 我在这里工作很不顺 公司里的人刁难我 针对我 排斥我 我试图想要改变 但是没办法 有的时候 确实觉得很孤独 所以我就下了游戏 你 夜深人静的时候打一打 就当时 放松一下 爬在你的肩膀 解脱一下 透过窗帘的遮挡 静静欣赏 滤镜中湖光 就像我们的生活营养 就像我们的生活营养 我都告诉你 我平时除了上班 就一直待在你 就在这个小房子里 我没有觉得自己有多辛苦 说实话 我 因为我非常清楚我来静山是干嘛的 站在你的肩膀 我的目标非常清晰 看穿时间说得好 所以我真的没有 我真的没有工夫去循环座了吗 我每一天吃的苦 我每一天受的委屈 我都告诉我自己 我这所有的付出 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小家 是值得的 保持清晰 我都可以跟你保证 我没变过心 我也理解你查行车记录音 是怕我以为 影子摇晃 路灯灰 到底是不是失眠的季风 是我惹出来的问题 故事才刚刚开始 我们的小日子还长 想一起牵手去远方